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华尔街焦点关注突然发生的 中国东方航空MU5735失事 截止到北京时间3月21日的深夜 MU5735航班上132人的下落仍然被标示为不明 MU5735事故也打破了中国民用航空 已经保持了4227天1亿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 是机械问题软件问题还是天机问题或是人为问题 关于MU5735有很多问号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报道 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在3月21日执行昆明至广州航班任务时 在广西省武州上空失联 事故当天即3月21日下午 中国民航空局确认该飞机坠毁 机上人员共132人 其中旅客123人 机组人员9人 另外根据另一媒体 凤凤周刊公众号的内容 北京时间3月21日下午13点15分 这架航班号为MU5735的飞机 从昆明长水机场起飞 地面数据显示14时21分左右航班巡航高度急剧下降 ADSB应答机没有回复 航班在吴州附近失联 东航已经通报此事故 并表示已启动应急机制 派人奔赴现场 并公布了家属应急救援专线 东航还已经成立了航空机处置事故调查 家属援助后勤保障 法律支持公共关系 安全保卫 财务保险 客户处置等9个专项工作小组 追击地点位于附近狼南镇 墨狼村 一名村民告诉财新记者 飞机坠落的地方是在一处山谷中 该区域是废弃的矿区 所以没有人居住 广西吴州北城矿业公司 有一个摄像头拍到了飞机坠落的情况 视频显示 在机头触地前 飞机几乎是垂直下落 该公司人是确实了视频内容属实 飞机坠毁位置确认为 广西吴州市 浪南镇 墨浪村 神堂表附近的山林 根据中国官媒央视 引述广西吴州市消防支援支队 政治委员欧林表示 救援队伍到达现场之后 立即组织展开对山林火灾的铺救和人员搜索 但他表示 现场地处偏僻是三面环山的山奥 也没有通电 夜间照明比较不容易 他说 目前搜救工作 仍在进行目前到达现场的救援力量 除了消防外 还有吴州市公安 应急救援分队等 但进入山奥 只有一条小路 大型装备也上不去 MU5735坠毁之后 航班目的地白云机场 在当地的T1航站楼29号门外附近 也开辟了临时接待区安置准备接机的乘客亲友 工作人员为他们准备了食物和水 一对一负责安抚情绪 东航的工作人员则负责核对名单 中国官媒央视记者 从广西腾县应急管理局获悉 目前东航客机坠毁引发的森林火灾 在当地时间3月21日晚些时候已经被扑灭 而各路救援力量正在紧张投入抢救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驻广西桂林南林队伍 138名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赶赴救援 目前正在机动途中 另外森林消防局还派出了广东 赵庆广西桂林驻房队伍 共450人正赶赴现场 广东赵青队伍300人 预计已经在21日的下午6点半到达 广西桂林的队伍150人 预计在3月21日的晚10点到达 目前事故发生地区的气候已经不利于救援 根据广西气象的新浪微博 冷空气前锋已经到达桂林南部到贺州北部一带 预计将在当地时间3月21日晚半夜开始影响广西腾县 在华尔街交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而据出行类应用非常准APP的数据 在3月21日下午13点15分中国东方航空MU5G35航班由昆明长水机场起飞前往广州白云机场 航班原计划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降落 该机行为波音737-800G0 6.8年 可载乘客约189人 此时设置的航资为中国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 其前身为成立于1992年7月的中国云南航空公司 在2002年按照中国国家航空企业改革重组战略的要求 原云南航空公司与中国东方航空联合重组 成为其下属的航空运输企业 在2005年6月实施主辅业剥离 主业资产全部注入东航股份公司 同时更名为中国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 为东航子公司 在2010年7月28日由东航集团所属的 东航股份有限公司于云南省国资委共同投资筹建 以东航云南有限公司为主体组建合资公司 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 在2004年1121包头空难直飞的也是 东方航空云南公司的飞机 机型为CRJ200B3072号 执行包头飞往上海的MU5210航班任务 2004年11月21日上午8点20分 一架从包头直飞上海的东航小型客机MU5210航班起飞后不久 就坠入离机场不远的南海公园 造成55人 其中47名乘客 6名机组人员和2名地面人员 云南直接经济损失1.8亿元人民币 而在2008年 东航云南分公司曾经出现过飞行员集体返航事件 有14个从昆明起飞的航班在同一天临时返航 东航对外称为天气原因 而飞行员则表示源于对公司管理的不满 有一种说法这是云南分公司的员工进行的罢工行为 根据财新的报道 在2008年3月31日 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分公司的14个 从昆明起飞至不同目的地的航班 在同一天出现了临时返航事件 14个航班分别飞往大理 丽江 板纳 芒市 丝毛和临舱等地 这些航班在到达目的地上空之后 乘客被告知无法降落 并返回昆明 导致昆明机场更多的航班延误 被耽搁行程的旅客在昆明机场对此表示 极为不满 纷纷要求退票或改签 向东航有关部门核实集体返航的原因 相关人士证实 确实当天共有14个航班 未到目的地就返航 他们称这是由于云南三四月份的天气不稳定 航路遭遇稳流 因此被迫返航 相关人员还表示 今天我们只有三个航班返航运行 以恢复正常 财新的这篇报道中也提到一些旅客表示 同样是昆明飞往这些目的地的 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则顺利到达 为何东航的航班却要临时返航 对于这一疑问 东航的相关人士则没有给出解释 一位接近此返航飞行员的律师证实 这些飞行员是因为对公司的管理问题不满 而最终导致了此次集体返航事件 他称他们希望公司能重视他们并解决问题 如果问题不能解决 他们也可能会选择辞职 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在事发前 该公司的飞行员宿舍中流传了一份公开信 隶属了飞行员的不满原因 其中包括待遇偏低 针对飞行员的检查 使飞行员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工资和补贴标准 没有与税收标准接轨 认为飞行员辞职遭天价索赔事 不公平之举 彩经的文章还提到类似的罢工情况 不但出现在了东航 亦发生在了上航 在2008年3月14日 上海航空737机队友40多名飞行员提出 集体请假 这一行为影响到了航班的正常执行 知情人士透露此举的主要原因是 飞行员想提高目前的待遇 并督促上航改善管理 据行最近的一次中国民航客运飞机空难 是2010年824一春空难 原河南航空一架12J190飞机执行 哈尔滨至一春的航班任务时 在黑龙江省一春市 林都机场跑道附近坠毁 部分乘客在坠毁时被甩出机舱 事故造成了44人遇难 52人受伤 在2022年2月25日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曾宣布 中国民航持续安全飞行突破1亿小时 137个月创造了中国民航史上 最好的安全成绩 也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 最好的持续安全飞行记录 东航MU5735事故 终结了中国近12年4000多天的 安全飞行记录 时隔近12年后 中国民航也再度发生了空难事故 中国媒体财经旗下 专注交通领域咨询和深度报道的公众号 出行一刻在MU5735事故发生之后 采访到了航空业内人士 在黑匣子都还未寻获的前提之下 业内人士分析了MU5735事故 可能的三大原因 首先MU5735的实时飞行数据显示 在3月21日14.20分 飞机高度8869.68米 14.22分 高度为1333.5米 当无洲当地的海拔约为200至300米左右 一位民航飞行专业人员认为 巡航阶段出现这种事非常离谱 有可能是雷击或机械故障 飞机飞行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一起飞爬升 二巡航 三静静着陆 起飞爬升和静静着陆阶段 飞行员要做的事情特别多 如果忙中出错就会引起事故 但是凭飞巡航阶段 飞行员是特别清闲的 基本上就是收听回复无线电 监控一下飞机状况 都是交给飞机的飞航系统自己飞行的 那能够导致事故的无非就是天气或者故障 民航业内人士李韩明介绍 客机巡航高度在几分钟内急剧下降 这种情形的事故一般有几个原因 其一是飞行员有意自寻短舰 其二是被导弹等物打了下来 其三是飞机设计或维修保养的问题 而针对机械故障的推测 在MU5735事故发生之后也迅速升温 这里提一下在一些讨论MU5735事故中 出现的概念叫海恩法则 海恩法则则是德国飞机涡轮机的发明者 德国人帕布斯海恩提出的一个在航空界 关于飞行安全的法则 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 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 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海恩法则强调两点 一是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 二是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 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 有人翻出了MU5735事故发生前一个月的知乎贴文 该文原本对应的是中国吉祥航空HO1231航班 在2022年2月19日因外层挡风玻璃裂纹而背降武汉的事件 撰文者称 新冠疫情改变了民航业的一切 民航业整体萧条了两年 整个行业军心不稳 人员流动急剧增加 而对于靠安全吃饭的这个行业不是好的迹象 专闻者还罗列了中国民航中 包括青岛航空压死机物 东航玉林跑到外接地 昆明翔鹏起落架安全销未拔出 以及吉祥航空客机封党大面积珠网裂纹事件 并称以上航空安全问题都发生在一年之内 中国民航业从未有过如此差劲的安全记录 而在MU5735事故发生之后 关于质疑东航在上百亿巨额亏损压力之下 严控维修费用压降成本的文章 也出现在了中国互联网 不过很快东航对此予以回应 东航权威人士表示 网传消息不是真的 中国东航致力于提供安全可靠的维修工程服务 根据年报披露数据 年维修成本2021年较2019年增加了12% 根据中国媒体界面新闻报道 东航云南分公司一名职工表示 目前东航在昆明机场进出港的航班大面积取消 今天MU5735航班发生事故之后 云南分公司通知取消员工年假 另一家媒体时代财经则发现 波音737系列是中国国内三大国有骨干航空集团机队规模中 持有占比较高的机型 其中东航在2020年年报显示 截至当年年末 东航拥有292架B737系列机型 占到整个机队规模的39.7% 其中自有102架 经营租赁117架 融资租赁73架 平均机灵6.6年 截至到2022年2月份 东航拥有289架B737系列机型 自购于融资租赁数量不变 经营租赁数量相比2020年减少了3架 而关于此次MU5735航班事故 事故客机为波音公司生产的波音737-800型号 该机型是737-700的机身 加长版用以取代737-400 而并非前几年全球停飞的波音737 MAX机型 在2020年737-800发生过两次事故 在2020年2月 土耳其廉价航空 飞马航空经营的飞马航空 2193号航班 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市飞往伊斯坦布尔落地时 冲出跑道约60米后 断城三截 造成三人遇难 179人受伤 在5个月之后 印度快运航空1344号航班 自阿联酋至印度执行航班任务时 降落时 冲出跑道 坠入低地 导致机身折断 21人遇难 75人受重伤 根据中国政府官网上 有民航专家解释过航空器事故调查流程 分为搜寻救援 调查通知和响应 现场调查 实验验证 原因分析 提出安全建议 调查报告编写发布 安全建议的落实 整改等 愿使者安息希望能尽快寻获 MU5735的黑匣子 再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